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这个《节要》的经文 从当中看起 鲁金当应如是修学 一令颂身了达因果 修习善业 余珠福田 搬席敬仰 事故如等 亦得人天 尊敬供养 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 没有讲完 今天这一节继续跟大家报告 鲁金当应如是修学 这两句话 是 城上面 我对龙王 讲了这一番道理之后 欠免龙王 以及我们大家 应当如是修学 这个如是 就是如 佛上面讲的 佛这个开示 如理如法 来修学 那么要如是修学 当然这个第一个 要先把这个道理 要了解清楚 彻底明白 这个才是此地讲的 如是修学 所以 我们对于上面佛这个开示 我们一定要深入地 去理解 体会 佛经可以说 每一个字 每一句都是深广不尽 你不断地深入 发现 这个意义 越广 越深入越广 所谓深广不尽 每一句话 你去隐身 旁征佛隐 这个 就很多了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虽然 我们 老师 学药的这些经文 不是很差 但是 如果 我们要去 深入去探讨 旁征博引 实在讲 大臣经论 最少也要十步八步 才能把这个事情 解释得比较详细一点 如果更深入 那就是一部大藏经论 的的确确是一部大藏经论 可见得 这段经文相当不简单 给我们讲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 大臣经讲的诸法实相 所以我们要能如是修学 这些大经大论的 补充 说明 这些都需要 这些大经大论 还是需要 那么老和尚他 这个解药 他偏重在解明 佛异大师的解药 偏重在行门 偏重在修行 那么他这个解药 他老人家讲的 偏重在解 可见得 这份解药的经文 是要我们 从解门方面 多多的去深入 为什么要从解门多深入 因为我们解门 如果解得不够 在行门上 也不容易去作罢 我们修学 像华言经讲 信解行政 这个信解行政 它都是连带关系 信了之后 你要进一步去解 解了 你才能去行 行才能去证实 那么证呢 又回过头来 帮助信 更深入 更坚定信心 信心越坚定 又帮助解门越深入 解门再深入 又帮助行门 那行门呢 帮助我们去证实 这个证的果位 越来越逊深 所以佛法的修学呢 从这个仁天成佛法 一直到一佛成的佛法 不管哪一个层次的佛法 都是信解行政 每一个阶段性的佛法 如果离不开 这个信解行政 这样才能得到佛法 真实的利益 那么解门呢 第二个 解门可以说 在本师释迦牟尼佛 视线在这个世间 他视线给我们看 一生49年讲经说 天天讲经 以前一天讲 二时 印度的一个时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个小时 二时等于现在的八个小时 一天讲八个小时的经 那么古代丛林 也是 八个小时 我们中国古代 这个时辰 一昼夜算12个时辰 所以中国古代 这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 印度古代一个时辰等于我们现代的四个小时 印度的时比中国要大 中国古代的时比西洋这个小时要大 在古代丛林也是八个小时 这个法师讲经 讲台式 然后修行八个小时 在古代丛林 这个解行可以说非常密集 密集的心修 所以在古代那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有善知识来讲解 指导修行 住进去三年之后 那人就真的改变了 真的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代这个环境就很难找得到 不过现在我们老和尚讲了这么多的经 都入层EVD VCD 实在讲 这个方式也很值得我们来采取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说八个小时听经 八个小时念课 你就是给他减四个小时吧 就一天十二个小时 这样住个三年下来 我想成绩也相当可观 你一天听六个小时也可以 练六个小时的佛 或者你听八个小时念四个小时的佛 这个都可以有弹性的来调整 一天保持个十二个小时 应该还可以 如果能够增加到十四个小时 那当然是更影响 如果有十二个小时 应该就不错了 那么我们前一个阶段 不要说三年 这样密集新修 修个三个月 你就初步也会感觉到一点效果 这个是我们现代可以采取的 这个请不到法师讲经 我们现在牢上讲的这个VCD太丰富了 实在讲我们听到往生都听不完 我们可以采取两步至三步 两三步的经理 重复的听 一天给它听八个小时 那么念头四个小时 这次要来澳洲之前 牢上又到印尼了 那边有个一城市 他们有意识的要请法师去教 教学 教博学院 早上就给我讲 请带他们听华元经 一天听六个小时 然后研讨两个小时 然后早晚各两个小时来念 不过这个事情 要他们寺院方面 他们内部要开会 他们有意愿 再去协助他 这个方式呢 其他地方都可以比照这个方式来做 有这个因缘 找几个自同道德的人 这样一天来修 这个也非常好 那么现在的道场 实在讲 重物比较多 事物也太多 要这样做 要这样修 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 找几个自从道德的 有个小房子 自己这样来秘籍新修 我觉得很受益 比住在道场 那么可能更有时间 更有时间 因为道场事情 毕竟还是比较多 这是我们现在呢 这个道场不如过去 我们现在道场的人少 人手手 过去丛林道场 他人多 所以他那个职事呢 一年呢 纷旅的 一年饭的职 到了 辣叶三十 那么总职 从住职呢 职到下面的 这个这个 每一个 单位 明年初一呢 新的住职上任 他人多 那么人呢 都有适当的人选 所以他们这样轮替 就没有问题 这样大家呢 轮流去担任这些职事 那没有轮到职事的人 他就是轻重 他就可以专心来听讲 来修行 过去呢 这个人多 一个丛林呢 照那个 古代像残门日诵啊 那些资料记载 这个丛林职事有108单 108的职事 那个规模非常完善 那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实在讲 人所不够 道场 也不敢随便去抓人来 如果 人不够呢 去找一些理念不相同的人来 那更糟糕 不如没有 那么就剩下几个人 就在那边撑了 现在的这个道场 尤其国外的道场 人所更是缺乏 要维持也相当的困惑 所以这些事物性 很难避免 这个还是要求活力加持的 復法神啊 请一些人来帮忙 大家才比较有时间 那么在家基事呢 就比较方便了 基事实在讲 有一些退休的人啊 或者是没什么工作的 自同道的呢 少个三个五个 十个八个 都不算少 真的这样密集稀休 很有效 那一切事情都没有放下 要真放得下才行 如果放不下呢 还不行 天天想到家里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牵挂这个牵挂那个 这个还是不行 还是有障碍 要真放下才行 真放下呢 你这样密集 新修个三年 这个三年到五年 过去我们老上到台中联社求学 李老师要求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 五年呢 在解门上 偏重在解门上 奠定基础 然后五年之后呢 再偏重在行 这样十年下来 这个成绩应该相当可观 对我们修行 炼佛 这个帮助非常之大 那如果时间断断续续呢 这个效果就不平行 效果不平行 这次讲到儒式修学 就是在解方面呢 我们要深入 解门深入呢 你在行闻呢 才能够得利 我们现在行闻呢 还不得利呢 就是解门方面呢 还不够深入 这是讲自己修学 那么我们自己呢 真正能深入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才能帮助别人 意令众生了达因果 这个意令众生了达因果 就是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了达因果 如果我们自己 不能了达因果 那么 也就没有办法 帮助众生了达因果 不过佛法的教学呢 跟世间法一样 教学相长 一面教一面学 一面学一面教 这个教学也是互相帮助 要真正彻底了达因果 实在讲 只有成佛 这里 达是明了 达是通达 没有障碍 彻底明了 通达 无碍 那一定 成就圆满佛果 对因果这一桩事情 才能彻底的明了通达 所以我们还没有成佛呢 这个明了通达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 教学相长 不断的提升 讲到因果 是出世间法 多不出 这两个字 因果 因果两个字是 简单讲 如果 具足的讲 应该讲 因缘果报 因当中有缘 那么才结果 结果呢 那才有 报应 因缘果报 简单讲 就叫因缘 我们老上在讲习当中 也讲过 万法皆空 因缘 因缘 这个万法皆空 这个理很深 没有深入大乘经账 对这个道理就很难理解 很难体会 这个万法 指我们宇宙间万事万法 山河大地 日月星属 植物 矿物 动物 这一切众生 这一切都是空的 这个空 不是说没有 不是我们一般人概念当中的 空就是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讲他的体空 所谓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 真空是他的本体 因为他的本体是空 才能献出这个有 那么我们从一个 简单的比喻 比喻我们这个电视机的荧幕 这个荧幕是空的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看这个电视荧幕呢 他可以现很多很多 现象出来 那个现象出来就是有 但是有他是从空里面的 现出来的 每一个频道呢 都有很多节目 很多频道 很多节目 不量无边 现出这么多的现象出来 但是呢 你看他那个荧幕 他的本体是空白的 他说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才能写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 去体会 佛经上讲的 空有 这个道理 这是比喻啦 这个比喻也是一个仿佛 但是从这个比喻当中呢 我们比较能够去体会到一点 相似 接近 接近这个事实 这一个 道理 这个真相 这个空有 它是一体的 又如同我们房子里面 你这个空 你这个空 因为房子空了 才有这个房子 如果 不空呢 那就 没有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虚空 你盖一个房子 那房子里面也是空的 那才是一个房子 没有说一个房子里面 满满的什么都塞不进去 那这个不是一个房子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空跟有 所以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 这个因果就是一个现象 那因果呢 国经上讲 因缘生 因缘灭 缘生缘灭 缘生缘灭 在三十系念 也开示 一切法因缘生 缘聚则生 缘善则灭 我们看现前 这一切现象 动物 植物 荒物 都是一个生缘象 包括我们心里的思想念头 前念生 后念灭 前念灭 后念生 不断的一个生灭象 那么生灭呢 都是缘 所谓缘生缘 但是我们的真如自性呢 它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依不义 不增不减 不苟不静 不苟不静 它从来没动 就像这个荧幕一样 没动 螢幕呢 它不会随着 里面那些现象 变化 那我们看电视呢 看这个电视节目 那变化可多了 现在呢 在澳洲这边的电视台还比较少 在台湾呢 有第四台呢 一百多台啊 那么每一台呢 都有它的一整天 二十小时呢 不同的节目 那么美国啦也蛮多的 日本 大概每一个国家呢 都有很多的频道 那么我们看看 以这个节目来看 这个节目里面内容太多了 但是呢 这个节目呢 这个节目演完了 再办一个节目 前面那个节目灭了 下面这个节目又生了 等一下下面这个节目又表演完了 又灭了 再下面那个节目又生了 你从这个电视节目啊 你去看呢 处处呢都是生灭生灭 千变万化 这就好比原生原灭 我们看到现实世界呢 就是原生原灭 每一桩事物 我们从早到晚 无非呢 是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 这些现象 那么电视呢也是一样 那节目呢 开了有 关掉又灭了 但是那个荧幕有没有变了 没有 它荧幕都是空白的 它都没动 但是那里面节目呢 哇 变来变去的 生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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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 你再看看我们现实人生 跟电视节目不是一样吗 电视节目里面也是有人事物 也是有很多事情 有好事有败事 我们看看这个现实人生 又何尝不是像演戏一样 像演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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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讲 我坐在这里讲 这个法会生了 等一下时间到了 讲完了 我们散掉了 灭了 那下一场呢 开始时间到又生了 讲完又散又灭了 你仔细想一想 我们从早到晚 包括我们睡觉 哪一桩事情 它不是生灭生灭生灭 哪一桩事情都不动的 都是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到这些生灭的现象 迷在这个妄想 这个生灭向 佛给我们讲 是虚妄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迷在这个妄想当中 不知道呢 在这个生灭的现象当中 有一个不生灭的 那个我们迷失掉了 那个不生灭的 就是我们的真如自现 它从来就没有动 从来不生 当然就不会灭了 它本来就存在了 它本来是 就有的嘛 本来就存在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些生灭向 虚妄向 那么佛给我们讲 我们这个六根的根性 就是我们真如自现 那个是真的 那个不生灭灭 那个从来没有生灭 这个我们在六道轮回 生死轮回 六道死法界 变来变起 变来变起 我们真如自现 从来没变过 就像那个电视萤幕一样 节目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那个萤幕有没有改变 萤幕没改变 萤幕还是 它还是 清静的 它还是 不受污染 它还是不动的 这个经 是大成经 这个劳畅讲 这个经是 大成法的根本 大成法的根本 当然呢 它这个理论基础 就是建立在 诸法实相 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 这个十三页道解 虽然经文 不是很长 但是呢 它的理论基础 还是建立在 诸法实相 跟一切大成经 无二无比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 去深入了解 所以了达 因果 这桩事情 成佛才彻底了达 那么我们现在 学了佛了 我们也听了经 对因果 这桩事情 我们多少 有个概念 多少有一些明了 也通达一些道理 也通达一些道理 比起一般没有学佛的人 那我们比他是了达 这一点不假 没有学佛的人呢 他对因果 因果报应 这桩事情的理论 跟事实 一切他不知道 每天生活在因果报应当中 但是他不知道 因果这个道理 他不明了 当然更不能通达 所以梦东传师讲 善谈心性者 必能 了达英国 了达英国的人呢 一定善谈心性 这是过去呢 有一些人 对英国这桩事情 看英国两个字呢 认为这个是 好像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上等根器的人在学习 有一点 轻视的 味道在里面 只是过去现代都有 尤其呢 知识分子 很容易啊 对这个英国呢 不太愿意 去讲这个 英国的事情 认为呢 讲英国 那个都是明信 什么三世英国 他一听到呢 他就认为这个是明信 不可能 不可能 去学习 那么的确现在有很多人 在社会上 拿着这个英国 搞明信 这个的确也是 就像那个 看风水地理 看向算命 那个道理 现在呢 这些呢 很多都是明信 但是呢 这些学术啊 它本身 并不明 是我们人呢 把它错觉 把它曲解 悟解 这样造成明信 比如说 我们说 讲这个 看向算命 它也是有理论根据 它如果没有理论根据呢 它怎么可能 你说这个孔先生吧 它怎么可能 给辽凡先生 算得那么准 你说它迷信 但是它迷信呢 它的确呢 能够把一个人命运 算得这么准确 你能说它迷吗 它迷为什么算得这么准 看风水也是一样的 看风水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很会看风水 所以过去我们牢上 在达拉斯建佛堂 当时那个夏井五三老先生 专门帮人家看地理风水 盖佛堂还特别请他去看 所以看向算命 看地理看风水 它是一门学术 它有它的道理在 就是我们一般人呢 把它搞错了 这样变成明星 我们不要说看向算命 人家搞错变明星 就是我们佛法 佛法是佛呢 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相 大道理 但是呢 如果不懂佛法的人呢 把这个佛经的经历呢 误解了 曲解了 错觉了 那佛法呢 还是被迷信了 但是佛法呢 它的本质是不迷的 它本质是绝而不迷的 正而不写 静而不来 它本质不明 是人呢 给它搞错了 那那个过错不在佛法 是人自己搞错 错在人 没有好的老师 没有好的善知识 指导 修学呢 错误 这样变成明星 所以学习啦 都要有好的老师 善知识来指导 我们学习呢 才不会走错路 才不至于变成明星 所以因果这桩事情呢 真正彻底通达明了 也就成果了 我们 人生在这个世间 每一桩事情 都不离开因果 世间这个一切都没有离开因果 初世间法呢 从阿罗汉到佛果 不上佛果 也不离开因果 你修什么因 正阿罗汉果 正生元节的果味 你修什么 正菩萨的果味 正佛的果味 他都有他的修因 所谓修因正果 所以你看呢 从我们六道 如回 一直到 不上佛果 没有一桩事情 离开因果这个理论之外 你不相信因果 你还是在因果 你也出不了因果 这个因果的事实呢 不是说你相信就有 不相信他就没有 那就不叫真理啊 那是希望的 所以说呢 万法皆空 因果是不空 那么因果不空 我们牢上也 在讲习当中 讲了很多次 他不空呢 是说 他转变不空 相续不空 循环不空 就是说 因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这样一直循环 所以转变 相续循环 这三个不空 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视节目 不断的出来 你转个频道 或者在这个频道 放个节目 转变 转变啊 相续啊 循环啊 那我们再看我们现实人生 哪一种事情不是这样呢 因又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不断的详续 所以说 幻法皆空 因果不空 这个道理呢 也很深 如果我们 集了一个浅显的比喻呢 大家也比较 我们除了读 这部佛说十善业道经之外 那么 还要其他经典 以及世间的善书来补充 这样啊 更能够帮助我们 深度的了达因 尤其呢 我们静宗善主 定光祖师提倡的 了还视讯 太上感应篇 安示全书 这三本书呢 也是补助我们了达因 所以 实善呢 是一个根本 寒色所有一切善 这个是沾茶善乐业报经讲 那么十二呢 寒色 一切诸于二法 所以实善呢 它是一个根本法 是一个根本法 其他的经典呢 都是来帮助我们深入这部经 所以最近我也常常看看这个 《地藏三经》的 《沾茶善乐业报经》 那么这个《沾茶善乐业报》呢 就是十善跟十恶 所以这部经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深入这个 十善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 你看呢 你看呢 这个 他这个《沾茶善乐业报经》 它是有三种人像 那么第一个人像呢 只有三个 深口律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遇到种种的问题 困难 障碍 尤其 这个经啊 针对末法时期 和我们四众弟子 我坚定信 菩萨呢 请问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请地藏菩萨说的 针对我们末法时期的四众弟子 修学上的一些障碍 怎么修学呢 来解决我们现前这些障碍 这些困难 地藏菩萨就讲出 善恶 一开始 地藏菩萨讲 坚定信菩萨请教释迦摩尼佛 他说呢 常常听佛讲 佛灭渡之后 正法一千年过去 相法一千年过去 到了末法时期 我们佛门的四众弟子 修学 产生很大障碍 因为遭遇到呢 这个二的时代 灾难频繁 为了衣食 奔波 没有安全感 灾犯平起 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 我们感受越深刻 时时刻刻呢 都在提防的天灾人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这些天灾人后呢 出现了 那么忧虑清化 思想老乱 未修道理 所做不定 对佛法讲的 三宝讲的这个 种种的功德境界 不能专心 不能专心修粗药 粗药就是出离生死 不管修哪一个法文 不管修哪一个法文 不能把这个 我们学佛 第一个就是要了生死 没有把了生死 这一段事情 列为第一优先 我们大家 常常念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佛给我们开始 我们现在这个 五拙二世的众生 大家所共同争的是什么 大家争取的都是不吉之物 共同争的是不吉之物 什么是吉的呢 吉的就是了生死 出离生死 这个才是吉的 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了生死以外 这些事情都是不吉之物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佛门的四众弟子 在家 出家 四众弟子 有多少人把这个事情 当一回事 在道场里面 也是真权夺利 那个真权夺利 那个真权夺利就是不吉之物 那个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 它反而疏忽掉 所以 先进行菩萨请佛说 那么佛 请地藏菩萨说 地藏菩萨一开始就讲 为什么佛门 为什么佛门在末法时期这些四众弟子 不但说道业不能成就不能正 连禅定也得不到 连对佛法的信心 连对佛法的信心 就我们一般讲信佛 这个信心都没有 为什么呢 第一个呢 他就讲 在末法时期 比丘比丘尼 优优射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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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四众弟子呢 不能修学苦想 无常想 无我想不静想 无常苦 疯无我不静 这个就是试念处 不能认真来修学这个试念处 这个试念处没有修成就 那么也不能勤冠四圣地 四圣地是生文修的苦极灭道 对这个四圣地也没有办法认真去修学 这个不是指出家中 连在家学活的都包发在里面 经文讲 比丘比丘尼优婆舍优婆瘾 凡是归衣三宝都包发在里面 不能去修 也不能勤冠十二淫源 是圆节修的 义不勤冠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 大乘 像禅宗禅禅禅到大车大悟 念佛念到离心不患 对于大乘这个境界 你也不能随闻作怪 随闻入怪 现在牢上要求我们做三十七年 随闻入怪 这个我们也不认真努力 去提起这个环绍工 在这个地方下工 那么这些如果你不认真去修学 或者是修学呢 没有修到成就 什么叫成就呢 你这个小城的三十七道品 试念处啦 这个属三十七道品 大乘的这个观察真如实际 就是我们观察真如本宪 如果没有成就呢 就是你修是修啦 但是还没有看破方向 对这个世间呢 这一切呢 还没有看破还没有放下 这个就是没有成就 你成就啦 一定并下 比如说你修这个苦想 这个世间三古八古 你观察真的成就了 感觉这个世间苦 你感受到苦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一定想办法 要赶快离苦得乐啊 那一定是这样的 你感觉这个世间苦 你就不会贪恋这个世间 就不会留恋这个世间 你知道这个世间无常 那你还会执着吗 钱很多 房子很多 你知道你能活到哪一天吗 你有跟严罗王打合同吗 知道你还能活多久呢 活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 人命在呼吸之间 你那个一口气不来 那就再见了 这次我们到图文巴来 第一天晚上来这个 Vitter就请我去喝那个巧克力 他给我讲他去年差一点就走了 他那个心脏突发性的 一下子人就不省人事了 他说人家给人家送到医院了 四个小时又三十八公里 完全就不知道 突发性的 他想起他说以前在中国大陆 在甘肃省 要有一个老太太给他算命 算他去年五十三岁 会离开人间 事后他想到 那个老太太给他算了命 算了王子 在甘肃省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你发心 替学院做这些工程 老上现在 叫你去帮他看那个经测 帮他种菜 做一些工作 所以这个寿命又延下来了 不然他被那个老太太算是 去年五十三岁就要走了 现在有这个任务 还不能走 不然一般如果昏迷 四个小时又三十八分钟 纵然就过来了 有很多人就变成植物 因为脑部缺氧 三分钟就脑死了 像我们现在这个博德教育基金会 总办是简通文基士 他妈妈去年 也是那个心肺突发性的 一下子吻过去 不行了 都没有呼吸 都不能呼吸 送到医院急救 把他救过来 救过来现在不行了 现在是变植物 脑部缺氧三分钟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体会到佛在四十二章间给我们讲 人命在呼吸间 真的一点不减 这个我们学佛的人 几个人去体会到这一点呢 浮想 世间 无常 无我 这一切都不是 只是暂时 我们去支配 不静 这个身体也不清静 世界呢 环境污染 不清静 你观想观起来 你一定放下 那个做惯 观想就是看破 看破 事实真相 你那个内心 那个贪心 贪念 懒着的心 他才放下 那么我们四众弟子呢 小乘法也不认真修 大乘法也不认真修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后面地藏菩萨讲 以不勤贯如是法固 毕竟不能不做十二根本不准 因为这些你都没有观成就 那你没有观成就 你必定能贪婪这个世间 贪嗔痴脉 就像我们老婆上讲 十六个字 你一定是自私自立 明文立雅 五欲六成 贪嗔痴脉 那就照十二根本不准 虽然在佛门受了三归一 受了戒 还是照样 照十二根本不准 照十二根本就有果报了 就有障碍了 所以老婆上现在呢 叫我们修十善 也就是这个道理 现前普行 因为我们没有看破放下 真的是没看破放下 你真的看破放下 你的人的样子 看也看得出来 看破放下 有看破放下的样子 没有看破放下 没有看破放下的样子 我们经听这么多了 看自己看得不太清楚 我们都喜欢看别人 看别人也知道 但是看别人呢 就要想到自己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大家呢 这个地方 这一节时间到了 我们下课 休息四五分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